这一杯神仙果 它是天然的眼药 改善近视老花 困巴巴 够均均 我不要看它够没臭了 无压吗 呼两个开讲咯 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枸杞 网路上又叫它神仙果 古书中说呢 它久父能亲生不老 一听这个词就好好 枸杞应该怎么挑 才能够吃得健康 七色差 腰酸睡不好 长不高 我会告诉大家 用一把枸杞加其他的食物 这些问题都可以改善哦 天然眼药到底怎么做 我在影片的后面会完全告诉你 如果你对我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记得按订阅加旁边的小铃铛 你才不会错过重要的健康内容 优质的健康的枸杞怎么挑 我现在告诉你 看看家里的枸杞买对了没有 简单的三点协助你判断 第一枸杞全身的颜色都一样的 别买 第二个闻起来有点酸味的 别买 还有可以把枸杞放到水里头 那个水很快就变了色的 别买 为什么这样 因为熏过硫磺了 那个颜色才会非常的鲜艳 因为是染色的 所以整体都是一样的颜色 因为熏过硫磺 所以它会有酸味 这些都是不好的 而且还会褪色 那么比较优质的枸杞 你会看到一个枸杞 假如我把它给放大这么大一个枸杞 枸杞的整个是呈红色的 然后前面还可以看到一个点 那点是可能是比较咖啡或者浅色的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表示说这个枸杞不是染色 要是染色的话 是连那个地头就没颜色了 就都跟枸杞完全一样的颜色了 那它大概的颜色就像卡其裤 卡其布的那个颜色 那么这个枸杞 假如说它的地头能够成卡其色的 那么这才是健康优质的枸杞 枸杞加一物 助盐又美肤 你的男朋友或你的女朋友 说完晚安之后 他在干什么 你晓得他说完晚安的意思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说我今天打烊了 不是说要睡觉了 他打烊了什么 打烊了回去 就还可以追剧 看影片 或者是手机上面一直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上某些网站去购物等等 他还是不想这么早睡 经常如此这般的熬夜 长时间下来 女朋友脸上就可以看得到黑眼圈了 黑眼圈还越来越深 也常常手脚冰冷 夏日的时候 冲泡一杯 助盐美肤枸杞红枣茶 给他喝吧 宋朝有一本书叫做 《养老奉亲书》 他里头说 长期服用枸杞可以使人明目助言 亲身不老 太好了 红枣跟枸杞都是很好的护肝的这种 算是药物 也算是食物 消除疲劳 还可以温暖身体 使脸色变红润 改善手脚冰冷 还可以安神 提高睡眠品质 淡化 可以眼圈 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子 枸杞一把 红枣五颗 放在保温杯里头 再用刚刚煮沸的热开水冲泡 盖上盖子 大概焖它个五分钟左右 冬天可以放一片姜 一起冲泡 驱寒 枸杞加这一个东西 轻松甩掉近视老花眼 枸杞一汤匙 在杯子里头用开水冲泡 等两三分钟 水温稍微冷了以后 再放一池蜂蜜 就像这样的一杯枸杞茶 加一点蜂蜜 搅拌一下 喝下去 每天早晨 起床跟睡前 各喝一杯 可以试试看 近视老花眼 就能轻松被你甩掉 天然眼药 枸杞粥 一直坐在电脑前 盯着荧幕工作的你啊 觉得眼睛干涩吗 常常觉得疲劳吗 眼睛痛 常常老板油吗 好 枸杞护眼明目 它的效果很好 可以帮助改善老花眼 也可以改善近视眼 宋朝的陆游啊 写过这样一首诗 他说啊 每天啊 最好是能够吃粥 在粥里头呢 放一点枸杞 就叫做枸杞粥 他在这个诗里头 是这样写的 他说 雪季茅唐 中庆青 陈在枸杞一杯羹 里头就讲了 早上的时候 喝枸杞粥一杯 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而后呢脑袋又放在那里听一个那个钟啊 轻啊那种声音 就是有点像在庙寺里头听到的 哐哐 两次的声音 这样子可以使你头脑清新 结果呢 他写这个诗的时候 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常常改道两眼昏花 眼力不济 那么大夫呢 就劝他多吃些枸杞 所以呢 他到晚年的时候 竟然的视力转好 你也可以学学路由 每天把这个枸杞粥当做早餐吃 爱吃甜的呢 可以加一点黑糖 台湾话叫黑糖 那我们常常叫它叫红糖啊 把它变成甜粥 或者你想吃点肉的 你可以加点排骨 变成排骨枸杞粥 其实呢 爱吃什么加什么 那又可以使视力变好 又可以吃得健康 聪明不绝顶 要善 聪明不绝顶 什么叫绝 不绝顶 就是 讲的是头啊 头上面不要绝顶了 就聪明不绝顶 这样子的要善 有网友啊 担心地问 头发越来越少怎么办 发现呢 发际线一直往上移 一直往上移 该怎么办 头会秃吗 别担心 中医有个可以让你 聪明不绝顶的要善 吃了可以防止头发一直掉 还可以帮助长头发 这个要善里头有什么呢 手地 黑豆 枸杞 瘦肉 手地大概30公克 黑豆25公克 枸杞15公克 瘦肉半斤 这些食材能够补肾补血 又不会掉头发 还可以生出健康的头发 你知道吗 黑豆 枸杞 手地 这三个东西都是补肾的 而且呢 手地有补血的作用 加在一起 再加上有这个瘦肉 那么这样子 一个星期啊 大概喝个两次啊 三次啊 那这样子就很好了 怎么做呢 里面的黑豆啊 比较硬 要先煮 黑豆加8碗水啊 煮差不多30分钟 再加上熟地 枸杞跟瘦肉 一起熬煮 大约一个小时 煮到差不多2碗水的话 那么这就完成了 可以只喝汤 里面的料呢 你想吃就把它吃了吧 随意 中医有治疗掉头发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处方 叫做七宝煤染丹 你听那个煤染 煤染 染就是这个胡子 其实呢 中医股时候啊 它不叫七宝煤发丹 其实它是同一样的 就头发变黑了 这个胡子也变黑了 就这样的意思啊 它有七味药 所以叫做七宝煤染丹 那么这个方子呢 我在临床上呢 常常使用它来治疗 秃 包括圆形秃都能够治疗 最主要的是因为 它的作用就是能够顾肾 所以圆形秃都可以治疗 为什么 因为顾肾的话呢 你的免疫能力就变好了 圆形秃常常都是病毒感染 所以产生了圆形秃 圆形秃呢 又称之为鬼涕头 听着名字就觉得蛮可怕的 那我在这个临床上呢 利用七宝煤染丹 使它的免疫能力增强了 自然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但这个药方呢 最好还是找医生诊断才开啊 腰细酸染 用红枣枸杞固腰鸡汤 你算过自己一天坐在 办公桌前 或者坐在椅子上 坐几个小时吗 你看大部分的人 早上八点钟进公司 开始键盘滑鼠 就从来没离开手 一直紧盯着电脑荧幕 一直到晚上几点呢 八九点钟 怎么老是觉得 腰部这边酸那边痛 甚至于起身的时候 哎呦 背还僵硬的 植不起来了 平时吃一些枸杞 可以强肾 强腰 缓解跟预防腰部的疼痛 神龙本草经理都说 枸杞呀 它 九福 尖筋骨 轻生不老 耐寒暑 晚餐就来个 红枣枸杞固腰鸡汤 跟先生或太太一起吃 护腰不慎 让全家都健康 红枣枸杞固腰鸡汤 准备的食材 鸡肉 差不多半只鸡 香菇六到八朵 红枣八到十颗 枸杞少许 嫩姜一点点 这大概是三人吃的量 你可以依照你们家里头 有多少人来调整 这个食材的量 小心别让睡不好 偷走你孩子的身高 孩子夜间会倒汗 睡不好 影响精神 情绪 胃口 也影响孩子正常的生长发育 身高很不理想 这有一本书叫做珍珠囊 它里头讲枸杞的根 就是枸杞这个树 这个植物的根 它的根叫做地骨皮 它的叶子叫天津草 地骨皮 结骨症积热 消渴 风湿壁 尖筋骨 凉血 它用于阴虚发热 倒汗骨症 你知道吗 这个骨症 骨症就是那个热 好像从骨缝里头 这样子出来的 那这个骨症呢 古时候的人说有两种 一种叫有汗的骨症 一种叫没有汗的骨症 有汗的骨症呢 可以用地骨皮 那没有汗的骨症呢 可以用牡丹皮 所以有一个方子叫做地骨皮饮 就是用地骨皮 丹皮加在四屋汤里头 煮成的这个汤 就称之为地骨皮饮 地骨皮饮就是制这种骨症 不管是倒汗啊 或者不出汗的都可以啊 家中有十几岁的青少年 如果经常手心发热 心烦 晚上睡不好 常常有倒汗 睡醒的时候 衣服啊 棉被啊 枕头啊 床带啊 都湿了 那么就可以煮一个地骨蛋花汤 给他吃 地骨蛋花汤怎么煮呢 到中央房里买差不多 一两的地骨皮 一两大概就是30公克 到37.5公克 大概就这样 在台湾呢 是37.5公克 叫一两啊 你用30多公克的这个地骨皮 然后煮成了药汁 煮成了这个汁呢 然后把这个搅好的鸡蛋呢 把它给倒上去煮成蛋花汤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再加入一点点 适量的红糖 让孩子吃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叫做地骨蛋花汤 蛮好的 你知道枸杞为什么又叫做干起吗 是它甜吗 非也非也 纲目里头说啊 古者枸杞地骨皮 取长山者为上 其他丘陵板岸者可用 后世为取陕西者粮 而又以干粥者为绝品 所以呢 干起是讲干粥这个地方出闪的枸杞 是最好 所以它不是说因为甜 而是干粥这个地名 就好像讲秦龟 或者是川穹一样 就是讲一个地名 所以干起呢 是讲干粥的枸杞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个地方 喜欢我的节目吗 如果喜欢 记得按订阅加小铃铛 另外我的脸书 胡乃文开讲 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 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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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